猪猪侠,拜托你了,一定要把这些能量丸交到我的弟弟们手上,现在我们这些大奥特曼都在前线打怪兽,奥特曼基地需要有人保护,奥特曼,你放心吧,等我把这些能量丸送到小奥特曼他们手上,我会跟他们一起保护好奥特曼基地的,谢谢你了,猪猪侠,你快走吧,我要继续去支援我的兄弟们了,奥特曼,保重,小奥特曼们,小奥特曼们,你们快点集合了,快点来集合了,我来了,哎,不是哥哥,我也来了, 怎么是猪猪侠哥哥,我们的哥哥呢,我也来了,哎,是猪猪侠哥哥,嗯,小奥特曼,你们都到齐了,我有事情要告诉你们,现在你们的哥哥都无法从前线回来,所以他们给你们准备了能量丸,他们需要你们来保护奥特曼基地,当然,我也会跟你们一起保护奥特曼基地的,你们先在这里等我一下,我去给你们拿能量丸,你们使用了能量丸以后,就会变高,变大,变强,更好的保护奥特曼基地的, 这时,埋伏在奥特曼基地的小怪兽听见了,什么,能量丸,使用了能量丸以后,就可以变高,变大,变强,嘿嘿,我也要使用这个能量丸,我要看看,这个能量丸有多厉害,黑魔法变,哈哈,我变成了一个小奥特曼,赶快换进去咯,这时,猪猪侠回来了,哎,刚才不是只有三个小奥特曼吗,怎么变成了四个小奥特曼, 难道是混进了一个假的,没错,这里面肯定有一个是假的,我得把它逮出来才行,嘿嘿,有办法了,嗯嗯,小奥特曼呢,我拿来了能量丸,你们一人一个,快使用它吧,好的,猪猪侠哥哥,使用了能量丸的小奥特曼们,都变成了大奥特曼, 哇塞,我们真的变大了呀,是啊,好棒,我们可以保护奥特曼基地啦,就是,虽然哥哥们不在,但是有我们在,怪兽也不敢袭击奥特曼基地的,奥特曼们,我知道,你们其中一个不是奥特曼,虽然你们现在都变成了奥特曼,但是,我已经在能量丸上施了魔法,可以分辨出谁是假的奥特曼,什么,我们之中有假奥特曼,谁,是谁,可恶,不会是怪兽混进来了吧, 只要小朋友们,发送小红星给你们,假奥特曼的身上就会非常痒,屏幕前的小朋友们,你们快发送小红星给假的奥特曼,让他快点现出原型吧,哇,好多小红星呀,满满的都是小红星呢,哎呦,哎呦,好痒啊,好痒啊,我的身上好痒啊,好痒啊,啊,他不是奥特曼,他是谁,哈哈,我找到你了,我就知道你不是奥特曼,说,你到底是谁,好痒啊,好痒啊,嘿嘿,我,嘿嘿,我是不是奥特曼, 不会告诉你们的,是吗,那我就请小朋友们,发送多多的小红星给你,这样你会越来越痒的,啊,不,不要啊,不要,我说,我说还不行呢,哎呀,其实,其实我是怪兽编的,我的身上好痒啊,猪猪侠,你快揪着我吧,我再也不敢了,啊,原来是怪兽,可恶的怪兽,竟然敢混进我们奥特曼之地,可恶,那让我把他封印了吧,不要啊,我错了,我错了,我再也不敢了,求求你们放过我吧,屏幕前的小朋友们, 怪兽现在已经认错了,你们说我们能不能相信他的话,放过他呢,如果放过他的话,你们就发送666告诉我们,如果不放过他的话,你们就发送999告诉我们吧,宝贝,你这是在做什么呀,怎么把家里翻得乱糟糟的,嗯,妈妈,妈妈,你有看到我的冻冻书吗,就是我生日,你送我的那本冻冻书呀,哦,那本冻冻书呀,嗯,我想想,好像是收在你爸爸的书柜里了,啊,真的吗,我现在就去找,找到了,找到了,妈妈,你看,我找到了,嗯,Rebecca, 你看,你这是怎么回事呀,怎么突然要找冻冻书,妈妈,我和小伙伴们玩了一个交换游戏,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和朋友交换,这样我们就像拥有了一个新玩具一样,哦,原来是这样,听起来很有意思呀,妈妈,我不跟你说了,我要出门了,小伙伴们还等着我呢,猫小子猫小子,我的小汽车呢,我的小汽车呢,飞比翔,你冷静一点,你在干什么,你看家里被你弄得一团糟,猫小子,我的小汽车呢,就是我之前最喜欢的那个小汽车哦,嗯,我想想,好像是在车库里吧, 你之前说车子就应该放在他应该放的地方,然后你就把小汽车放进车库里了,哎,飞比翔,妈小子妈小子,你看,我找到了,我找到了,哈哈哈哈哈哈,飞比翔,你这是怎么了,不就是个小汽车吗,你怎么这么激动,哈哈,我跟小朋友们玩了一个交换游戏,交换自己最喜欢的玩具,不跟你说了,我要去找他们了,小猪佩奇家,怎么没有呢,我记得明明是在这里呀,怎么没有呢,姐姐,你在找什么呀,哎,乔治,你有没有看见我的拼图呀,就是那个大象拼图哦, 拼图,还是大象,嗯,姐姐,我不知道,你那么多拼图,我怎么知道,哪个,是哪个呀,哎呀,到底在哪里呀,那可是我最喜欢的拼图啦,最喜欢的拼图,嗯,是不是在妈妈房间呀,我上次看到妈妈和爸爸在拼拼图来着,妈妈房间,找到了找到了,我终于找到了,哦,姐姐,你找这个拼图做什么呀,你还没有拼腻吗,是这样的,我跟Rebecca和飞比翔哥哥玩了一个交换游戏,交换自己最喜欢玩的玩具,我得赶紧出门了,他们肯定在等我了, 哎,交换游戏,那不是能玩好几种不同的玩具,哎呀,姐姐,我也要去,森林,飞比翔哥哥,我被看,你们等着急了没有,不好意思,我找玩具,找的时间有点长,没关系,佩奇,你带了什么玩具呀,你们看,这是我最喜欢的拼图哦,大象拼图,哇,好可爱呀,佩奇你看,这是我带的动动书,你们可以猜猜里面是什么小动物,看起来很有意思呢,你们看,这是我的小汽车,帅不帅,酷不酷,哇,大家带的玩具都好好玩的样子,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交换玩具吧,哎, 飞比翔哥哥,我把我的拼图给你玩,那Rebecca,我把我的小汽车给你玩,佩奇,我的动动书给你玩,嘿嘿,这样交换玩具的话,我们就不会觉得自己的玩具都玩腻了,真是太棒了,于是,大家都开始玩自己的新玩具,这个拼图嘛,看着简单,其实还是有点难度的嘛,我得仔细研究研究,这个小汽车好酷呀,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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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动动书有一点难呢,我得好好猜猜,嗯,这个是什么小动物呀,我怎么就猜不出来呢, 我得好好想想,屏幕前的小朋友们,这三种玩具,你们喜欢哪个玩具呢,我给他们编上编号,你们赶紧发送他们的编号,告诉我们呀 哎呀,好累呀,好累呀,猪猪侠,你就让我休息一会儿吧,不行,猫小子,作为睡衣小英雄的队长,你需要严苛的训练,只有你强大了,才能保护森林王国,我知道,我一直都知道,但是,我真的很累了,你就让我休息一分钟,一分钟好不好,哎,好吧,就一分钟,你喝点水,然后继续训练,好的,哎,猪猪侠的训练真是太严厉了,我的腿都快走不动路了,哎呀,我现在只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休息,嗯,我是真的体力透支了,坚持不下去了, 我要趁这个喝水的时间,找个地方躲一躲,好好睡上一觉,去哪里,还不会容易被猪猪侠发现呢,猫小子想了想,突然灵光一闪,嘿,有了,森林溪边新盖了一座滑滑梯,我可以藏在滑滑梯里面去睡觉啊,猪猪侠肯定猜不到,我会藏在那里面,嘿嘿,我找到睡觉的地方了,这边等着猫小子回来的猪猪侠,猫小子怎么还没有回来,时间已经超过一分钟了,他肯定是偷懒去了,看我把他找回来,这小子到底跑到哪里去了,我的训练有那么难吗,这小子竟然偷� 这怎么可以呢,他可是猫小子,不把自己变得强大,怎么保护森林王国,怎么击败坏人,我得赶紧找到他,这时,哪吒如果,哎,哪吒,你有没有看见过猫小子呀,猫小子,没有啊,我没有看到过呀,好吧,谢谢你哪吒,哎,猪妈妈,猪妈妈,请问你有没有看到过猫小子呀,猫小子,没有呀,我没有看到过呢,怎么,猪猪侠,你在找猫小子,是啊,猫小子训练中途溜走了,我得赶紧找到他,让他回来训练,嗨,猪猪侠,你是不是太严厉了,所以猫小子, 才会溜走呀,啊,我,我很严厉吗,可是,我都是为了他好呀,但是,凡事都是循序渐进的呀,训练也一样,如果他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住训练,那么,还要继续训练下去,是我,我也会溜走的呀,是这样吗,如果你要找猫小子的话,森林溪边新带了一座滑梯,猫小子可能会在那里,好像是这样啊,我还是有一点太着急了,那我把猫小子找回来,让他先休息休息,然后重新定制新的训练方案吧,谢谢你,猪妈妈, 森林溪边,这里就是猪妈妈说的滑梯了吧,让我看看,猫小子在不在上面,哎,他真的在上面呀,看来他是真的累了,睡得还挺香,那就让他先好好睡一会儿吧,两个小时后,哎,睡得好饱呀,真舒服,哎,猪猪侠,你,你,你怎么在这里呀,我,我被发现了呀,是啊,猫小子,我找到你了,你还挺会找地方呀,到滑滑梯上面睡觉,是不是就怕我找到你呀, 嗯,那个猪猪侠,我错了,我错了,我现在就回去训练,哟,这么快就认错了,是的猪猪侠,嗨,谁不知道你呀,训练绝对不能偷懒,不然就是加训加训加训了,猪猪侠,我现在就回去训练,哎,等等,我跟你开玩笑呢,你今天不用训练了,猪妈妈说的对,是我太心急了,你的训练程度已经超出了你的承受范围,我会重新给你制定训练计划的,真的吗,太好了,谢谢你猪猪侠, 不过,我确实偷懒了,我也得跟你道歉,屏幕前的小朋友们,你们可不能跟我一样偷懒呀,我已经知道错了啦,你们千万不要学我哟